中原民俗活動投誠搶菇 爆發有性別歧視的爭議 之前一名選手不慎滑落 倒掉在菇柱上面五分鐘之後 才被救下送醫 當地新聞網就在臉書發文 說這個搶菇習俗 女性是不能夠參與 點名時代力量的主席王婉裕 報名領隊大會不得已 才讓女性進入會場 最後有選手受傷 就是這麼懸 而這篇貼文也遭到炮轟 延安縣長林茲廟被問到 這件事情是快閃迴避 因為疫情停辦三年的投誠搶菇 十四號深夜在宜蘭再度登場 當天一名選手跌落 菇棚倒掛五分鐘後被救下來 有當地新聞網發文 時代力量主席王婉裕 竟報名領隊大會不得已 讓女性進入會場 最終時代力量選手受傷送醫 就是這樣懸 文章引發網友議論 有人直批這是殺文主義 也有人說主辦單位安全措施 不完備還不檢討 被點名的王婉裕 也親上火線回應 搶過的活動是可以 越上國際舞臺的 我們更希望能夠透過具體的 安全的檢討 來避免遺憾的發生 更希望能夠把這些事情 都是理性的來做探討 而不應該歸咎於性別的問題 投誠搶過具有女性和守喪者 禁止入場的習俗 這次主辦單位 事後也表態是有人觸犯禁忌 引發爭議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跳出來抨擊 不能濫用傳統習俗 來合理化歧視 混淆事件重點 台灣在性別平等 性別平權教育 已經努力了許久 主辦單位應該要深刻檢討 譴責到了現在這種時代 還在用一些很傳統的 然後很性別歧視的觀點 來限制女性參與一些活動 然後就這個事件來說 我們覺得最主要問題是 它的一些就是安全的設施 沒有到位 對於搶估意外引發性別歧視論戰 但到底大會的安全措施有沒有問題 宜蘭縣長林茲廟面對媒體追問 是兩度快閃 最後搭上坐車離開 沒有給回應 記者綜合報導